創下疫苗是解藥跟工具 而且也是全世界包含英國 美國可以走出疫情當中 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所以疫苗確實是台灣此刻的國安困境 而這個國安困境有內部的壓力 內部的角力跟鬥爭 也有外部的壓力 疫苗是因為AIT的立英傑 在昨天的時候本來是他要告別台灣 但是每條記者會裡面 問到疫苗問題的時候 他講台灣的確診數 比林國少 立刻就炸鍋了 因為他講到林國 他就想到韓國 韓國嘹來嘹去 一下在中國 一下在美國 結果他可以得到55萬個軍人 通通美國優先資源 台灣的疫苗在哪裡 所以馬上柯文就開槍了 開槍就問說 萊豬也吃了 軍火也買了 11個人不算多嗎 所以這個東西就引爆了 甚至於接著再過來的時候 後面更多人就開始討論了 台灣的疫苗在哪裡 台灣的疫苗怎麼樣 甚至柯文講說 如果中央沒辦法講清楚的話 不排除自己要找出路 可是自己找出路裡面 今天最特殊的就是 郭台銘透過他的永寧基金會說 他會願意幫忙去跟BNT談 去幫台灣買疫苗 結果剛剛的時候 柯建民 立院總召柯建民出來證實說 確實有這件事 是在23號的時候 郭台銘跑去找老柯 講說這個疫情這麼嚴重 疫苗是最重要的 所以郭台銘願意出面 看有沒有辦法去跟上海復興 跟BNT談 一談的話 郭台銘說買到2000萬劑 郭台銘都願意捐給台灣 所以他們透過在23號之後 有在視訊上 有郭台銘 有柯建民 還有郭廣昌 就是上海復興的人 談到一度談到500萬劑 甚至於連後面的冷鏈 該怎麼處理 都有進行商談 可是後面的柯建民也講說 還是有變數 所以這500萬劑一路談到的 是不是能夠拿到還是一個未定的變數 而這樣一個未定變數裡面 同樣就是台灣呢 從柯文哲 不是從陳時中 蘇貞昌 蔡英文都告訴我們 疫苗會來 可是這疫苗這個數字 大家最近也去整理的時候 發現變動太大 數量一直在改變 最早的時候 當去年林權的東洋破局之後 11月25號 整個的時候 陳時中出來講說 台灣有疫苗 至少一千五百萬劑 當時就聽到說 這個時候 在去年那個時候 大家覺得心裡滿安的 到了12月16號的時候 出來的是 CDC告訴我們說 不只可能會超過三千萬劑 大家都聽到數字就更安了 然後12月30號的時候 說目前是接近兩千萬劑 但是不管三千萬兩千萬劑 好像台灣拿到疫苗 這個進程都在進行 到了可是今年2月21號的時候 還告訴你說調整到 我們可以買到四千五百萬劑的疫苗 這個東西大家一看 哇那不是台灣每個人都有機會打到嗎 但是5月4號的時候 整個陳時中就說 COVEX的變數這個平台有變數 可能台灣要去仰賴國產疫苗 這中間過程就會變來變 今天陳時中在記者會的時候 就特別說明 BNT當時在東洋破局之後 整個陳時中衛福部 是有跟BNT有直接的談 但是談到最後呢 1月7號的時候 要發表這個新聞稿 而這個新聞稿裡面出了一個狀況 這個狀況是因為我們用了我國兩個字 對方有意見 但是後來又改了以後 我們改成台灣 但是1月15號還是破局 所以這疫苗中間的過程都變來變去 所以蔡英文昨天講到 將有三千萬劑 8月底有一千萬劑 馬上他的臉書被灌爆 可是在這個情況裡面 有一個更特殊的現象出現 這特殊的現象是什麼呢 蘇貞昌一直在這段時間 又沒有出來講話 所以很多人去問 那你蘇貞昌呢 你2月的時候在立法院裡面 信誓單單在國家的 這個正式的場合裡面 說有兩千萬劑 在2月26號 蘇貞昌還做一個梗圖 梗圖裡面COVEX有多少 什麼人有多少 都做給我們看是說 你可以拿到的是 COVEX裡面總共一千萬劑購得 然後MODENA的加起來 總共是2546萬劑 結果到現在為止 一劑也沒有 可是這個時候 你蘇貞昌都沒出來講話 會做事的蘇貞昌在哪裡 這個時候大家在問 你蘇貞昌在什麼地方 為什麼在這個時候 你反而躲到了蔡英文的背後去了